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 一九十五页 经文第一行 最后一句看起 要当孝顺 制成忠信 当信佛经与身 当信作善得福 奉持如是等法 不得窥失 思维熟记 欲得度托 昼夜常念 愿欲往生 阿弥陀佛 清静 佛国 十日十夜 乃至 一日一夜 不断绝者 寿终 皆得 往生 其果 看到这里 这里 依然是说 忙里偷闲 静心念佛的行持 也就是说 平常很忙碌 忙什么就不说了 在生活当中 可以留一些空闲的时间 用来体验念佛 净化身心的 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 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引导 我们多数人 一下子抽出很长时间 估计都比较难 所以把它切割开来 一天 两天 然后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年一次 一个月一次 这一种习惯 不知不觉 就养成了 要当孝顺 学佛人 首先 是个孝顺的人 就是我们学佛 从哪里学起呢 现在有不少朋友 一走进佛门 就非常感兴趣啊 那些殊胜的修法 高深的境界 当然 这种发心 也值得赞叹 比如 有朋友来就说 师父 你教我怎么开悟 另外一个说 师父 你教我如何入定 还有一个等不及了 这都小儿科了 教我怎么成佛 来得快一点 我们很期待 最圆满的那个结果 但我们往往会忽略 最初的那个阴形 学佛 先从做人 开始 人我还不会做吗 我人都做好了 所以我才来学佛嘛 果然如此 那也真好 但是 咱们一一对照 反观一下 看看我们这人 是怎么个好法 譬如此地说的 要当孝顺 至成 忠信 就这八个字 我们一一对照 是否真的做到了 对于中国人来讲 这个孝 是很受重视 虽然这个时代 孝道的观念 相对淡薄了 可是你要说一个人不孝 他会跟你急 哪怕他真的不孝 他也听不进去 说明在人的内心世界里面 是认同 孝的价值观的 而佛法的学习 则始终从这里说起 从哪里开始 落实佛法呢 从孝顺父母开始 孝顺哪里的父母呢 就是眼前这一生的父母 从这里开始 然后再往外面扩展 扩展到最终 孝顺一切众生 好了 这就是佛境界了 佛境界是什么呢 对一切众生 大慈大悲啊 那个慈悲的态度 是怎样的呢 如同孝子 对父母一般 佛对众生 是这样的态度 也就是佛看我们啊 都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这我们凡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我们觉得佛很伟大 我们又跟佛磕头的 而不知道 一切祝福 使无量众生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 祝福 丝毫 轻慢 都不会有 众生 如何能理解呢 因为众生 很多时候 连眼前现身的父母 都懒得去孝顺 何况是上辈子 又上辈子 生生世世的父母 我们会甩得一干二净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落实的时候 一定是从眼前 现身父母开始 培养这个习惯 然后这个习惯养成 扩展出去 那就是祝福菩萨的 大慈大悲 如何对众生啊 你就以对父母的态度 去对众生 就可以了 所以 《观无量寿佛经》 世尊说 往生极乐世界的 修法之前 先讲了 敬业三福 非常肯定的讲 这是三世诸佛 敬业正音 三世诸佛 修的法门不同 都成佛了 但是基础是共同的 这三条 这三条 头一句 就是 是孝养父母 从这里说起 哪里会有例外呢 发心求受菩萨戒 什么是菩萨戒呢 菩萨戒 就是孝明为戒 孝顺父母 孝顺 师 生 这个生就是 出家师父 就是把对父母的态度 扩展 扩展到对师长 对三宝 乃至对一切众生 好了 这就是菩萨戒的 全部内涵 菩萨戒 就是 遵守菩提心的原则 利益一切众生 至于那些条目 不过是举例说明而已 它核心根本的精神 就在这里 这是我们强调 它的重要性 回过来 那要当孝顺 怎么孝顺呢 我们分 在家出家 生前死后 这么几种情况 来举例说明 先说在家 在家学佛的朋友 如果父母还健在 这是父母生前 那要把握机会 好好地去笑 去顺 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笑 我觉得我已经够笑了 问个问题 各位朋友 有没有跟父母亲顶过嘴 有没有 有吧 那就不顺了 父母亲不对啊 我顶他应该的嘛 那好 你以后生活中不顺 也是应该的 听清楚了 民间有这么句话 万般不顺皆不孝 有人说 这太极端了吧 怎么可能都这样呢 当然不能极端理解 但是是有些关系的 校怎么去落实呢 从这里开始落实 就是顺 你看 孔老夫子教学生 也反复强调这个校 这些学生 向老师请教了各式各样的 有关校的问题 孔老夫子呢 也有方方面面的解答 乃至 后世汇集成为一部校经 校经是方方面面的说明 作为天子应该如何尽孝 作为普通人应该如何尽孝 举了很详细的例子 加以说明 不过呢 太全面了 我们也记不住 很生活的一些案例呢 倒值得我们去留意 比如 在生活当中 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父母 这应该说是比较实用的 孔老夫子 就说了 对待父母态度要好 叫色男 色就是这个脸色 保持好脸色给父母 这有点难的哦 但是 这也是我们落实校 最具体的地方 父母不需要我们写一篇论文 阐述什么叫校 也不需要我们拿着发愿文 跟父母亲天天念 我对你孝顺 甚至父母亲也不需要我们的金山银山 可是 我们的每一个脸色 在父母那里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各位已经做父母的朋友 你往下面看看 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 她的每个表情 她的每个情绪 是否在牵动你的心 想想看 难道不是吗 同样道理 我们的每个表情 我们的每个情绪 反应 在父母面前 也是直接影响父母的心情 所谓校 就是生活中一大堆琐碎的细节 从这里去落实 每个人都有父母 所以校不是专家才可以去进的 所以谈校这个概念 或者这一种文化 它是全民的 全方位的 没有哪个人能例外 父母还健在 要抓紧这个机会 练习孝顺 孝的具体做法 就用顺来表现 这个顺呢 我们刚才说了 从态度上去说明 更容易理解 那有人说 是不是样样都顺着父母啊 父母错了也顺着他呢 这是另外一桩事情 地址规里面是有这样讲的 父母过见尺根 说得很明白啊 父母亲有过失 明明知道这样不妥 要劝他 但是请注意 疑无色 柔无声 你看 就是在这样 事关原则的问题上 表情要好 说话要柔和 你不能认为我是对的 我就可以对父母亲翻脸 在这样关键的时候 脸色都不可以难看 我们可以给全世界人脸色看 不应该给父母脸色看 记住这句话 而父母亲也是全世界唯一 能够容忍我们任何脸色的人 习惯了 他们是练出来了 从小到大 我们这四川川剧的变脸 全都是变给父母看的 我们宁愿拿讨好人的表情 对一个陌生人 也不愿意 用最好的表情来常常对父母 如果真是这样 孝 其实就很难说出来了 所以说单单说孝 这是一门必修课 而且是终生必修 没有人能例外 佛法就从这里学起 改变什么呢 改变态度 改变什么态度 我们说改变对众生的态度 那么父母就是我们眼前最近的众生 这里都不改 还到哪里改呢 从这里说起 所以这个顺 就是对父母的态度 然后扩展到对师长 对长辈 对三宝 对于身边跟我们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这个习惯啊 得慢慢这样去练习啊 一下子要求我们 对每个众生都这样 那是要了我们的命啊 怎么能做到呢 所以佛法 他有很善巧的一种引导 就是从这里做起 开始不要求那么多 就从这里练习 这不难吧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 心里有障碍 什么障碍呢 一个朋友说啊 哎呀我对其他人都会很好的 我就是对我老爸看他不顺眼 小时候就使活整我 现在想想都恨死他 假设的啊 也真有这样情况 遇到了师父 就问师父啊 你你你教教我老爸 让他改一改 我说就是教 也应该先教你才对 而不是教你老爸 退一步讲 纵然这个父母 他真的比较过分 比较过分哦 比较过分 那也太看给什么人比较 那要跟大顺的父母比较 那还是比较好的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像大顺那样的父母 大顺父母 大家多少次听过的哦 传说中是非常厉害 很不讲理 要置大顺于实地的 这样一对父母 大顺心目中 从不认为我的父母亲不好 从不这么想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翻 跟大顺相关的这些历史传记 所以二十四校 为什么把他排第一个 是因为他的心态 值得后人 反复去学习 他的心态太好了 用现在话讲 这心态太健康了 你看这样人这样对他 他居然还活得那么健康 活得那么乐观 你想让他死都死不了啊 这一种乐观 积极的人生态度 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宝贵的财富吗 能够在这样的人事 遭遇中练出来 治理天下国家 那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所以他继承天子之位 也是理所当然 相比之下 我们眼前可能就是 要么父母亲偏心啊 就是兄弟姐妹多 从小父母亲就偏心 就冷落过 于是就留下这个阴影 要不然就是重男轻女了 大概情况差不多的 再不然 就是父母亲比较极端了 态度上比较恶劣啊 各位 对比一下 我们跟刚才说的 父母亲的这种情况相比 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十分忠诚地继承了父母的这些优势 双引号 就是我们认为父母亲偏心啊 重男轻女之类的 极端啊 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 我们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们这么想 就是我们心胸过于狭隘 连父母都容不下 那不是狭隘 又是什么呢 回过来 替做父母的 说句公道话 签一下这么多做父母的 哪能各个都是圣贤 也就是说 我们的父母不是圣贤 因此 我们不要用完美的标准 来看待我们的父母 这一下 我们的标准就降低很多 至少父母亲愿意把我们带到世间 这一点就足够了 就这一点就足够这辈子 去感恩待得了 否则的话 我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后面倒也省事了 也就没这么多抱怨的话可讲了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平衡自己的心态 再进一步 我们现在学佛了 知道 父母亲跟我们的缘分 那都是生生世世当中 结下的因缘 绝非偶然 至于彼此至今 这个恩恩怨怨啊 这个账 就不用算那么仔细了 怎么能算那么仔细呢 如果要算 那父母亲要认真的话 那就给你算总账吧 命拿来 命是我给你的 别的你再说吧 那就不好算了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去思念父母恩 然后啊 这一种报恩的心 才能真诚的生起来 所谓真诚 一点不虚伪 父母亲 如果不在了 我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 父母亲当年健在的时候 我跟他顶嘴 还跟他吵架 甚至还大打出手 恨死他了 现在想想 哎呀 没有父母 还真有点无聊 吵个架顶个嘴 都找不到合适的人 再想想 父母在的时候 我对他不够好 怎么去弥补呢 父母亲 如果 在天之灵有知 他是不是会理解 我现在的忏悔 我现在的改变呢 佛法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 随时可以回头 不过从世书上讲啊 就不太容易了 你可能要留下终身遗憾了 就是父母亲在的时候 没有尽孝 忽然有一天 父母亲过世很久了 想起来 哎呀 我太惭愧了 怎么去弥补啊 你无法弥补 因为世俗的很多知见当中 告诉你 人死就没了 你拿什么弥补 你留着吧 你的终身遗憾 你就会很自责 就会很无奈 想想 心都会痛的 但是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的父母 跟我们的缘分 他会继续 你前段时间对他不好 以后好一些就行了 怎么好呢 父母亲不在世了 真诚的忏悔 发愿 替他修种种功德 提升自己境界 以自己的修行成就 回过来 可以帮助自己 已经过世的父母 得大利益 这样一来 就把那种遗憾被动 转化为上进的动力 你在那边难过 在那边自责 在那边遗憾 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如把这个力量 转化为一种修行的动力 因此 我们看到 佛门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 父母亲虽然不在 孝顺的儿女 忽然想起来 要报父母恩 可以通过佛法的修持 来兑现 这个心愿 父母亲已经不在了 我们可以诵经念 佛修种种功德 我们可以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成佛做菩萨 改天成佛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那一次发菩提心 我的父母就是某某人 现在也是某个菩萨 大家看地藏经 地藏菩萨 就是以这样的大悦 去报父母恩的 婆罗门女 她的母亲 按我们学佛的标准 好不到哪里去 熟悉地藏经的朋友 这回想一下 婆罗门女的母亲 她为什么堕地狱 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婆罗门女 至始至终 没有一句 认为母亲不好的想法 这一点绝对值得 我们反复去学习 学佛的朋友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对照 就这个孝顺 我们真得下一辈子功夫 在心地上下功夫 这叫心地法门 在家出家都不例外 刚才说在家 那再说说出家 有不少社会朋友 以为出家了就不孝 这是以世俗标准 去看待的 佛法中所说的孝 有世出世间 两重标准 世间标准 就是眼前 以儿女的身份 照顾父母 让父母亲衣食无忧 乃至养老送终 在社会上 自己能够出人头地 光中耀主 让社会大众提起来 某某人啊 谁家的孩子 那父母亲脸上有光 所谓扬明于后世 这就是社会上 所讲的尽孝了 但佛法里面 又告诉我们 人的这一生 其实很短暂 我们还可以往更宽 更长远的地方 去观察 包括我们的父母 他们的生命格局 也可以这样去放大的 因此 佛法中 在世俗 孝道观念的基础上 则更加注重的是 永恒的安乐 于是出家所尽的孝 这是属于 后面这一周 为了令自己的父母 获得永恒的安乐 我得寻求佛法 泄脱之道 回过来 帮我的父母 能够了脱生死 出离轮回 往生净土 得大安乐 既然这一生有缘 成为我的父母 那我要对得起他们 让他们 因为我 而彻底的 不再轮回中受苦 所以出家人 所尽的孝 首先 是以自己的道业 为宝照 而后回过来 救度父 至于世俗标准的 这一种形式上的孝 佛门里也没有忽略 举个例子吧 这个还是出家了 家里边独子 以后这父母亲年岁大了 或者生病没人照顾了 怎么办呢 这个出家的孩子 是有义务去照顾的 所以不了解佛法的人 就去看到电影电视里面 说这个人出家了 就六亲不认了 那一定是导演 生活中有了极端的遭遇 才这么理解 写剧情的人 估计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 才这么认为 如果他要是读过佛经 了解过佛教的这些传记 有一点常识 一定不会有这样外行的看法 包括释迦牟尼佛 我们说的佛祖本人 所以王子身份出家 净犯大王十分不舍 但是已成事实 净犯大王临终之前 很希望太子回来 送送自己 这个念头一动 佛陀信号就接受到了 正在很远的地方 弘法 就跟身边的阿南 罗侯罗的四家族 最亲近的成员说了 准备回去 大王即将命中 回去送一送 那么远怎么办呢 特殊情况就坐飞机吧 从神族通转眼之间 出现在王宫 以后的条件吗 抱着佛的手 一般人在想 佛这么厉害 发一个功 念一个咒 随便那种手摸一摸 那还不让净犯大王 起始回生啊 佛陀没这样做 而是劝敬犯大王 行念佛三昧 什么意思 劝大王念佛 放下这个无常的身体 佛陀说了 一切祝福出现在世间 有三种大利益 其中有一种 就是劝老爸念佛 经上的说法 叫劝令父王 行念佛三昧 也就是说 佛出现在世间 有三件大事 这算其中一件 劝老爸念佛 算其中一件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很明显 这是在教给众生看 劝我们念佛 我们很多人会想 打发人的吧 应该还有更好的 现在 世尊劝父王念佛 这很明显 按照世俗人的理解 父子之间感情是最好的 一定是最好的法 才劝了 连静犯大王自己 都视线的不理解 听说佛头有很多殊胜的大法 为什么不传别的法给我 然后佛就说了 念佛三昧 种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 让静犯大王安心念佛 静大笑啊 静犯大王 就是在佛陀这样的临终关怀之下 安详命中 过后 办后事 佛陀 亲自举棺 就棺木啊 佛陀亲自去 抬着棺木啊 四大天王在天空一看 这不得了啊 这静犯大王 虽然是国王 是佛陀的父王 但毕竟 不是以圣贤的身份出师 那不行 那这个事情得我们做 所以四大天王就摇身一变 变成四个勇士 要代替佛陀 佛陀就说了 这个事情谁都不能带 谁也不用带 佛陀今天之所以这么做 是告诉后世众生 佛是尽孝之人 后世佛弟子 当如是学 同时也避免以后不了解的人说 这佛不孝 都已经视线的这么明白了 后世还有人这么说 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多少了解佛法 有那么一点常识的人 一定不会有这样外行的之间 佛陀本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后世我们看到的 历代很多祖师大德 出家 他没有用世俗的方法尽孝 所谓世俗什么方法 世俗就是娶老婆生孩子 这当然就不是出家人的事情了 就是世俗的方法 他没用 但是 对父母的关注 给父母带来的殊胜利益 是丝毫都不会减少的 因此 出家人所进的孝 它是属于大格局的孝 也有限的考虑到 世俗大众 这一种眼前所需要的孝 譬如父母亲健在 身体不好了 需要人照顾 这个出家的儿女 是应该去照顾的 那如果有兄弟姐妹 在旁边照顾了 那这个出家的儿女 就可以用出家的方式 认真修行 功德回下给父母 如果没有人在身边照顾 应当去照顾 乃至养老送终 都是这样 但是 你不能够把 在家出家这两种情况 混为一谈 那既然出家也要尽孝 那你就回去吧 那回去那就不叫出家 所以这个情况 是要说说清楚的 父母亲年岁大了 这个出家的儿女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尊重父母意见 父母亲他说 我不愿意到别地方去 需要照顾 你如果愿意 你回来照顾一下 那么这个出家的儿女 可以斟酌自己的姻缘 合理的去照顾 有人说要用什么身份呢 有些出家师傅 刚出家 或者不了解这个情况的 感觉有些尴尬 说我以出家身份 去照顾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啊 你这样照顾 有两重表法 一重是 你的父母亲 会因此对佛法产生大信心 你要表现的 比没出家前要更孝 要对他更好 另外一个呢 旁边不了解的人看到 哇 这和尚这么孝顺啊 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了 让他们看到 出家人是怎样做的 如果父母亲愿意 有些道场 有些道场 接纳 可以把父母亲 接到念佛堂 提供念佛的姻缘给他 引导父母念佛 了生死出轮回 这尽大笑 所以在家出家 生前死后 这个要当孝顺 都不例外 父母 也是众生 我们都说要众生 无边 是愿度 父母亲当然 也包括在内 所以 我们不要极端 去看待这个事情 不过出家修行人呢 还有另外一个 不同的地方 就是对父母的 这一种态度 由情感 要慢慢的 把它转化为慈悲 如果一直停留 在情感的层面 很有可能 又回到世俗当中 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虽然 我对父母亲 依然照顾 依然尽孝 但是要清楚 父母跟我是 这一世的姻缘 如同无量众生 跟我的姻缘是一样的 我们这一生的相遇 我珍惜这个姻缘 善用这个姻缘 但是不要执着这个姻缘 否则的话 那又变成世俗的孝了 这是出家所进的孝 有这么一点点 不一样 对个人而言 来以自己这一生的 终极成就 进大孝 什么意思啊 以这一生的父母 提供给我们生命的机会 了生死出轮回 乃至原成佛道 好了 我们的父母 就变成佛菩萨的父母了 这个才是本分的 一种行持 这是要当孝顺 我们从这样几个方面 举例 简单说明 那要细说 这个话题 就太广了 制成中性 这是对待我们 生活当中的人事环境 你看 我们每个人 生活在这个世间 其实就是如何对人 如何做事 而一样 想想 不就是这样吗 如何面对不同的人 如何做没完没了的事情 有朋友说很烦 要不要不要见人啊 可以的 那怎么办呢 你把自己关起来 能要吃饭吗 自己做 要买东西吧 自己生产 因为你买东西 跟个人接触嘛 都不要 自己生产嘛 吃喝拉撒 自己全部包办 有可能的话 你试试看 短时间 少数情况下 个别人 或许可以回避大众 长时间 绝大多数人 是不太可能 离开大众的 所以要学会 如何面对人 如何面对不同的人 而做事情 没办法 活着就要做事 不做 行不行啊 不行 我就不做 你管得着吗 管不着 你自己得做 至少你这一时住行 你自己得做 没人管 你也得做 只不过呢 一般人所说的 哎呀 那事情太多 不做 可不可以啊 你说我来修行的 别让我做事 行吗 行啊 那太好了 那师父 你安排我哪里 我安排你去大殿 坐在佛刊那边 下次有人来 我就这么告诉他 师父 我来你这里 修行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不要安排我做事情吗 行的 那给我安排个房间吧 行 安排大一点 下次有人来挂单 这么问 就直接把它放到大殿 往那边一放 你不要做事吗 就坐在那边 吃饭呢 吃饭你放心 中午会给你送一餐 但是不能动口 只能看 把你当佛一样供起来 因为吃饭也是个事情 你看吃饭要端碗 要动手 拿筷子 还要嚼 还要漱口 还要嚼化 多麻烦啊 吃多了还要上厕所 是不是啊 你坐那里就行了 多神事啊 想的没啊 有这一类想法的人 就是给我一个地方 什么都不要做 就让我修行就可以了 谁给你啊 你有本事到火星上去试 试着过一过 从社会的角度讲 任何人没有付出 仅仅想着收获 都会被人唾弃的 何况是学佛的修行人 连这一点觉悟都没有 还谈修行 还好意思说出来 不知道要修什么 你修成了又有什么用 不用说修不成了 你就是修成了 修成了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 不能够极端 极端就会把佛法理解的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佛法就是让我们更好的 面对生活 所以我们要学会 用制成的态度 对待生活中的一切 什么叫成 成就是真实 用真实的心面对 举个例子 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面对这个团体 我不是来跟大家做表演 虚情假意过日子的 我用最坦诚的一面 面对大家 你说那不行 我要真诚 别人骗我怎么办呢 他如果厉害就让他骗 他如果不觉得累 就让他装一辈子 反正我觉得挺累的 所以我不愿意那样 选择真诚 是因为我不愿意太累 如果你不放心 你可以不用这样 但是累了 自己也适当休息一下 因为人与人之间 一直用心机去交往 用怀疑 嫉妒 猜测 种种 虚伪的心 却面对 实际上 吃亏的最终是自己 我们传统文化中 有很多经典 有很多经典宝贵的教诲 和格言 说来很多人都不信 但还是天天说 譬如像厚德载物 厚德什么意思 心地厚道 什么叫厚道呢 说白了就是老实 老老实实 诚诚恳恳恳 这个人福报大 短时间看呢 他好像吃亏了 但是你往长远来看 莫名其妙 有很多好机会 被他莫名其妙的碰到 别人要找也找不到 他就莫名其妙给闯到了 有人说了 真奇怪 我们想尽办法还得不到 怎么我们离开了 就他得到了 那是人家的福报 为什么有呢 因为他心地厚道 就是人欺骗他 上天不忍心亏待他 就这么简单 所谓人善人妻 天不妻 所谓天就是因果循环 天道好环啊 我们总怕自己吃亏 最后真的吃亏了 你看吃什么亏呢 提心吊胆不说 天天玩心眼不说 睡不好觉不说 还要想着明天 我该装什么样子 反正每天都很累 所以制成什么意思 慢慢养成一种 纯粹的态度 丝毫不虚伪 这个成不是只有在佛前磕头的时候 我很澄清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所谓制成 我们再换个说法 叫全方位真诚 这样好懂了 对佛是这样的诚信 对那条狗 我也试着用这样的诚信 中间的人就不说了 这叫制成无期 对人是这样 对于事情呢 对于事情也是这样 只不过呢 自古以来 中国人对于事情的态度 习惯上用忠 所谓制成忠信 忠什么意思呢 忠于是 你看 做大臣的一定要尽忠职守 什么意思 你事情要负责任 国家托付给你重任 你得对得起国家 这叫尽忠职守 就是对事情 心态要摆正 忠这个字 大家看 心上一个忠 就是心态要摆正 好 具体而言 我们举例说明吧 譬如在生活中 就像我们这个小道场 道场托付给你一件事情 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这件事情 我们心态要端正 什么叫心态端正呢 自己有了做事情的机会 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呢 自私的人首先想到的是 哇 这下我比较方便了 我有这个机会了 有责任的人先想到的是 我有机会为大家服务了 好了 这两者 我们要态度放端正了 在任何一个团体 团体给我们机会做事 这是团体对我们的信任 不是某个人啊 因为团体是有众多人集合在一起的 你不要说是领导给我的 领导他只是个代表人 所以过去我们看到这些忠诚尽忠 现在很多人不理解 他为什么忠于那个皇帝 那皇帝傻瓜昏君一个 为什么爱忠于他 他不是忠于那个人 他是忠于这件事情 如果这一点理解不到 那这忠还有价值可言吗 我们传统教会当中 像忠孝 仁义 这些实际上他都是超越时空的价值观 不能用人的情感单纯去理解 忠是忠于事情 对得起这个事情 因为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人太多太多了 因此要忠于是 在道场里面 托付给我们事情 我们态度要端正 态度端正 最起码的表现就是 道场信任我 就是让我扫地 我得把地扫干净 让我烧火 我把火烧旺了 让我照顾殿堂 我得对殿堂 脚脚落落都负责任 让我早晚去敲钟 我一定把钟敲响 敲得很响很响 让每个听到的人 都能找一千开悟 有一天 一位大禅师要圆祭了 下面的这些弟子们都问啊 师父 您圆祭之后 谁来继承道场的法席 就是下一任主持 怎么选 禅师就说了 那个早晚撞钟的那个 那个是谁啊 下任主持就是他 大家没想到他是谁 一直在敲钟 也不知道是谁 再去打听 哦 是某某师 就是他了 为什么是他 因为他每天敲钟 分毫不差 钟敲得很响 从钟声当中 听得出他没有烦恼 心清静 公正无私 而且没有丝毫烦躁的情绪 因此他适合领众 这不是在假设啊 这是禅宗的一个公案 真实的公案 禅师元祭前 大家在推选注识 推谁啊 禅师就说 敲钟汉就让他来做注识 大家就奇怪 疑惑不理解 禅师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大家一听啊 无话可说 人家确实 钟敲得很本分 一点也不急躁 一点也不抱怨 没有一次偷懒 各位 当一天和尚 照一天钟啊 平常以为这是一对消极的话 你不知道 在佛门里面 这是负责任的表现 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只要本分尽心去做 它都是圆满功德 没有说只有坐在讲台上 高高在上 才是修行 才是大功德 扫地的就不是了 所以佛法里面为我们讲的这个格局 它是全方位的 所谓华言境界所说的就是一多不二 一级是多多级是一 又说主扮原容 什么叫主扮原容啊 主就是在台面上 扮是什么呢 隐藏在幕后的 主和扮是平等的 至于谁做主谁做扮呢 那是众生的因缘来决定的 对于发菩提心的行者来讲 他不在意 什么不在意啊 就是让我去敲钟 还是让我去做饭 让我上讲台 还是让我躲在幕后 他根本不在意 他要在意呢 在意放在哪里 都需要锻炼 因为心态还不够端正 一放到台面上就高高在上了 你给我下来吧 早晚会倒台的 一放到幕后 就在那边烦躁不移 我是来修行的 我不是来这边干什么的 那你到台上去试试看 试试看